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听过这样一个故事 据说从前有两位小和尚一起去拜师学艺 相约十年后一笔高险 岁月如作 十年已至 黑和尚练就了芦苇杜江的无上功夫 白和尚却说人生一切最远 原来他蹉跎了十年光阴 什么都没学 白老弟 你这辈子白混了 白和尚轻蔑地说 黑大哥 你固然很厉害 可是我只付了船夫三文钱 他就可以把我渡到江这边来 为什么你要花十年的时间去练呢 黑和尚掷地有生 倘若无传呢 是啊 谁能保证自己 一生绝不会沦落至无银渡江的狼狈 谁又能保证风雨袭来时 传闻稳当当地停靠岸边 等你去度 这个世界上没有无用的本领 只有没有任何特长的闲人 不要狂妄自大 也不要妄自菲薄 踏踏实实 修炼自己 习得一技之长 才是我们一直应该做的事 罗伯仪是曾国藩的秘书 他不但文采出众 更是写的一首好字 深得曾国藩其重 据说罗伯仪超奏者一天能超一万两千字 他的字写得又快 又好 且无涂抹 曾国藩在教导儿子记责读书时曾要求 每天写楷书一万字就差不多了 儿子说自己一天从早到黑坐着不动 才只能写八千个字 曾国藩拿出一份萝卜仪 超好的普通奏折给儿子看 字果然写得很好 一个个迎头小楷又端庄又秀美 通篇无一处涂抹 令人叹为观止 曾国藩每个月给他三十两银子的薪水 有人不服气 说罗伯仪年轻 没有别的长处 就这点能耐 也能拿这么多银子 曾国藩却说 他这点长处 就值得拿三十两银子 用人如用气 他这个长处对我很有用 我就重用他 可见 一个人哪怕只拥有一项专长 便能安身立面 会一样本领不难 难的是 大家都会这项本领 但只有你做的最好 有的人辛苦一个月 只拿到两千块钱的薪水 有的人只要随便一出手 就跃入过万 这取决于普通还是精通 同样的工作 做的人不一样 效果也不一样 理发师分总监与小工 医生分专家与普通 这个世界平庸常有 而卓越难求 但请相信 只要出众 定能播种 眼下受疫情影响 可行业才愿不得 危机四伏 很多人找工作四处碰壁 但也有很多人 却被各大猎头争相抢夺 这期间的差别只有一个 企业无论怎么猜 原则一定是取出流经 提出平庸的 保留卓越的 只要我们身怀绝技 就不惧怕挑剔的眼神 越是在对手心惊胆战的时候 越是我们大放一彩的时候 一排空位一次排开 有的人可以安然上座 是因为其身在其位 有的人敢安然上座 是因为其无可替代 生活不易 生与活都需要你我拼尽全力 很多时候 明明早已汗流加倍 结果却还是不尽如人意 细细想来 也许是因为我们没有在一个领域深耕 什么都懂一点 但什么都不精通 前两天 一个远方亲戚让我帮他的女儿找工作 问了女孩一圈从业经历后 我真是泛起愁来 女孩大专毕业 学的是市场营销专业 也为气质出众 毕业后去做了三年前台 后来觉得没有发展前景 又跑去做业务员 期间业绩平平 客户刁难 老板还一次次施加压力 一气之下 辞职不干 再后来 干了一年微商 也没有什么起色 又学着网红做主播 经营惨淡 眼看毕业五六年 没学会什么本领 也没有什么特长 我遗憾地说 你如果在第一份工作时 精进公司业务 寻找转岗机会 现在在行业内应该也会小有人卖了 他却委屈地说 他那时就是一个前台 公司里上到老板 下到技术人员 根本没有一个人尊重他 三年来干的就是端茶倒水 接电话 首发快递这样打杂的活 没有什么发展前景 也没有尊严 可是 任何人的尊严 难道不都是自己挣回来的吗 没有哪个人的职场不委屈 可要想修得一技之长 就要吃得了苦 成得下委屈 学徒就是打杂的 本就什么都得干 如果学什么都嫌累 受点委屈就觉得没面子 甩脸子 频频跨行业 跨专业地上侧下跳 那恐怕也是学不成什么本领的 困境中寻求突破当然是好事 但好高物远却是坏事 植物营养不良的表现是长着长着就枯萎了 人学艺不经的表现是混着混着就颓废了 现实生活中 我们总是想方设法让未来多一份保障 其实 拥有一技之长 才是我们应该给自己上的最靠谱的保险 一技之长 不一定让你大富大贵 但一定能保证你人生富足 不一定让你觉得生活不苦 但一定能在某一时刻给你的人生加点糖 不一定保证你一生无忧 却能保证你无论何时何地 不盲从 不狼狈 亦不慌张 古语有云 千机亦的 良师难求 倘若有了习的一技之长的决心 吃得了苦 受得了委屈 再有一个愿意指点迷津的恩事 便会如虎添翼 《射雕英雄传》里的黄荣古怪精灵 他深知红漆公品德高尚 武功了的 一心希望他的静哥哥可以得到七公的一生真传 红七公当然不会 随随便便地把一生所学传授出去 于是黄荣就投其所好 变着花样地给七公烹饪各类美食 最后一道叫花鸡十里飘向 终于打动了七公的心 收锅静为徒弟 真心传授其本领 不是谁都有郭静这样的运气 能遇到桃花岛主的女儿 可是 一旦遇到高人指点 却一定要懂得珍惜 这个世界 自以为是的人太多 听得尽叫倒的人太少 如不能表现足够的诚意 高人也是不愿意随便出手的 你若一心向学 我便清尽所学 你若三心二意 我便可不必理你 大教育家孔子曾说 自行数修以上 无味尝无悔焉 意思是 向他来求学问的人 只要自己带来十块肉干作为拜师礼物的 就不会不教的 教学生还要收见面礼 难道受人尊敬的孔夫子乃贪财之徒 非也 天下为师者 皆愿逃离满天下 孔老先生向求学者所悟 实则是在试探对方的诚意 只有真心向学者 他才肯授业解惑 学习一技之长 一定是一个曲折前进的过程 一个技能 刚刚学会时 会觉得欣喜 精进一些时 会变得痴迷 可是 在深入下去 会觉得迷惑不解 此时如果有一个老师 愿意在关键时刻为你指点迷进 你会觉得柳暗化明 眼前豁然开朗 这个时候 才能真正做到融会贯通 达到一个新的境界 可是 如果你在似懂非懂的状态下 满足之前的小小成绩 狂妄自大 不懂得虚心请教 果足不前 就会一直停留在平庸的水平上 也永远体会不到超越自我的快乐 古之所谓正心诚意者 将以有为也 古人常说 怀揣诚意的人 将来必定有所作为 同样 对于诚心求取一技之长的人 也许会一路坚信 但请相信 结果必定也会一边坚信 一边收获 佛说 众生皆苦 但掌握了一技之长 就如同有了披荆斩棘的力气 苦便会被砍去打扮 有人说 一个本事 学会皮毛 能勉强谋生 学会八分 可养家糊口 学之精髓 方能修身其家 愿你我皆能观以 省身 沉淀 修得一技之长 待到繁叶落尽 果脉飘香的收获季节 都能品尝到这样的人生惊喜 我本愿凭意义之力 拼尽全力 不负韶话 怎知一转眼 以身居繁华 共勉之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点赞或留言 表达您真实的感受 并且分享给身边的人 最后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 感谢你们的点击订阅与分享 也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